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這棵樹倒角的細節 其實這棵樹的細節很簡單 其實就是做倒角 bevel 倒角是什麼呢 其實倒角就是像這裡 樹幹我這裡已經先做了 倒角其實就是 他原本是硬邊嘛 我們要告訴他說 我們模型的邊要怎麼走 讓他變成圓弧 被我的倒角變 讓他有 中間加兩個面 的中間值 好 在這個之前我們現在講一下Smooth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模型 因為面很少嘛 所以看到模型有一格一格 快一快的 像是我們這裡我們來加細分 Subdivision Surface 我們就算加了細分之後 他還是一個一個的 不管我們再加多少層 他幾乎都還是看到一個一個的這個效果 這個問題就是因為他的顯示模式 就是他目前是用Flat 嗯 在Object Mode模式 我們按右鍵 他這裡 預設都是Flat 我們改成Smooth Smooth 像他模型不用細分到那麼多 不細分他也是看起來比較圓弧 但這個下面這個面太少了 所以他看起來 還是會有奇怪的一些影子 會看到奇怪的影子 可是我們當有細分了之後 其實就是比較平滑嘛 所以我們一樣這裡 我們只要增加 Subdivision Surface 然後這裡因為他模型布線的關係 所以他細分 所以他變成這個樣子 不過我們等一下做模型修正的時候 我們再來 讓他做修正 好 這兩個一樣 我們把他改成Smooth 好在這裡其實大家比較不會注意到的是一點 那我們創建一個虛物件 叫Cylinder Cylinder 這裡Cylinder我們一樣把他改成Smooth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他的上面跟那邊 搞混在一起啊 他其實這邊沒辦法很明顯 很明顯的分開 這裡的話我們要進到up 就是data這裡 我們要把normal的這個AutoSmooth打開 這樣的話 他就可以把一些明顯的角度區分 Smooth就不會把他全部黏在一起 不然預設的話 他將所有的東西都Smooth在一起 所以就會有一些奇怪的暗角 預設我們都會把那個打 把normal這個打開 如果我們想一次針對多個物件 都同時開這個的話 我們按著alt去點這個 他就會全部一起作用了 如果我們沒有按的話 只會針對active的這個物件有作用 就按著alt 他就可以所有都啟動這個作用 好接下來我要講之善 用上面三個樹葉來講他 講他 講他三種不同bevel的做法 好我們進到ed mode 我們先把smooth先 這個先關掉 Bevel第一個最簡單 Bevel的做法就是 我們把我們要的面選 要選擇這一圈選起來 這裡我們已經 這裡我們已經有做一個 往內縮一圈 我先回覆我們之前 一開始的樣子 你們在做的時候 一開始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的話其實我們要長bevel也是可以 這裡捐起來 bevel都能按ctrl-b 然後拖拉 ctrl-b 拖拉 他就可以把刀腳拉出來 這是第一個方式 等直覺的操作方式 ctrl-b 他的這裡在這裡叫bevel 好再來我們要針對另外 這個我們來做另外的做法 ed mode 好再來我們要針對另外 好再來我們要針對另外 好 ed mode 再來我們 我們用另外一個方式 我們要用bevel weight 在 item這裡 叫bevel weight 這裡我們一樣把我們要 倒腳的 的 的區域選起來 我們在bevel weight 這裡給他數值 我們現在給他1 他就有藍線 好這個是要怎麼用呢 這個要配合一個modifier 他叫做bevel 他就是在做bevel bevel 我們把它拉到上面這裡 原來他modifier 他的層級 是從上面這個 做完這件事情 才往下做下一層 然後bevel這裡預設 他是用角度的 我們要改成weight bevel weight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告訴說 我們現在剛才1的那個參數的地方 要是使用多少 程度的bevel 那我們這裡把它改成這樣 切換成 wireframe 好 這裡把 打開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這樣 0.5 倒腳範圍 0.05 的範圍 所以程度是長成什麼樣子 當然 1是讓他知道全部一樣 所以就是 參數是1的話 他的bevel就會倒0.05 那如果我想上面要倒的比較少呢 我這裡參數可能叫0.5 像我bevel的值就會是0.05的一半 那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調整我們的bevel 然後bevel的segment我們這裡可以調 他細分的層級 這樣bevel可以做大一點 好 這是bevel的第二種做法 好 那種的話通常是拿來做一些綁 比較硬的硬邊的時候會用到 所以他這裡建議通常是要 loop的狀態會比較好啦 不過這裡我們已經做 我已經做了兩個inset進來 我們一樣把我們要 然後 要倒 bevel的範圍 選起來 他的做法跟 bevel weight很像 他在下面叫做crease crease是直接配合 subdivision使用的 所以他不需要加一個bevel的 控制 他等於是他這個細分的時候 告訴他這邊 硬邊的程度 所以他這邊的參數反而比較少 他因為他就是等於是整體細分 所以他沒有辦法做更細緻的 倒角的層數 他就等於是你這裡細分幾次 他就做細分多少次 他這邊細分的靠緊程度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的話其實通常是建議在比較複雜的模型 最後綁最後硬邊的時候才會用到這個功能 要不然他這裡的細分他其實就是都是固定的 不管你綁多硬或軟 他就是一樣的複線 程度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要做一些更多的細分的話 我們就可能就要配合 其他的 加加線 這裡像ctrl R 我們可以再加 加整圈RinConnect的線 然後我們可以按GG按兩下 他就可以在這條線就可以在這個邊上移動 那我們就可以幫他做把邊綁得更硬一點 ctrl RGG 就硬一點 就硬一點 喔這裡就綁硬邊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增加他綁他的bevel 當然我們這個模型其實不需要用三種方式去做 其實我們就用一種方式去做bevel就可以了 好 像這裡這個模型其實看起來 為什麼還是有奇怪面 因為其實這裡面的形狀落差太大 所以他不太好知道他要怎麼長形狀 所以我們這裡通常會 你會再加ctrl R 把它的面 做修正 那再加一些細節讓他 比較好取樣 好 這裡 以上 這裡就是 Bevel的三種做法 這裡我們看看 這就是Bevel的三種做法